2023年8月24日,浦东新区旅游业协会召开第八届一次会员大会 260余家会员企业代表参加会议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李宾华 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、文体旅游局副局长黄明生出席会议 并共同启动了2023年浦东新区文明旅游示范单位创建工作 会上分别审议通过了浦东新区旅游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、财务报告以及监事会工作报告 并选举产生了协会第八届理事会52家、监事会3家、圆满完成各项工作议程 会议期间,协会第八届一次理事会同步召开 经理事会选举,上航国际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、总经理、静黎君 连任浦东新区旅游业协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管理处处长李宾华表示 希望新一届协会理事会贯彻落实党的20大报告 坚持以文速旅、以旅张文、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充分发挥排头兵作用 要站在高处具旗帜 在推动引领区旅游业发展中把稳方向盘 要走在前列探新路 在延展文旅消费深度和广度中把握新规律 谱写新时代现代化引领区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全力打响上海品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